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钓鱼频道,我是Olivier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新手使用的一个软耳 事实上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呢 基本上大家都会持有这个耳 可以说是钓路呀无法跳过的一个强力软耳 就是这个Sinko 那Sinko呢其实只是YamaMoto这个牌子啊 对它起的一个称号 这一类的耳其是总称应该叫做Stick Bay 就是棒状的或者叫做棒虫 它有非常多牌子啊 像这个是我买东西送的一个牌子 它是一个粉红色的一个耳 也是一个Stick Bay 那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原版的Gary Yamamoto的Sinko 我这次视频的讲解包括实调里面都会使用这个原版的这个Sinko 那由于YamaMoto是最早制造这个Sinko的公司啊 而且这个耳实在太有名了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就会习惯的称这一类的耳都叫做Sinko 那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深入的讨论这个耳的历史和来龙去脉 我会直接介绍这个耳本身 这个耳推出有很长的时间了 有数不清的用法和玩法 那我希望呢把事情简单化 给新手们一个简单直接的推荐 同时对于一些进阶的朋友们呢 我也会给出一些自己的经验和一些小的细节建议 当然还会在后面附上我的一些实调视频给大家观看 Sinko这种棒虫类的耳呢 之所以说适合新手使用啊 是因为它不需要操作 只需要丢到水里 它就会自己有一个细微的动作 这个动作对于鱼来说有致命的诱惑 那它其实是一个全年可用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什么样的吊场 什么样的吊矿 你都可以用它 但是由于它最主要的一个勾法 是一个无牵的勾法 所以它的下沉速度呢比较缓慢 以这个五寸的Sinko为例 它的下沉速度大约在每秒只有20公分左右 所以由于效率的关系呢 它在潜水的场合使用比较好 比如说两米或者一米五以下的潜水的场合 而且潜水也是我个人使用它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对我个人来说呢 我有两种情况下会使用这个耳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到了水边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我应该扔什么耳 这个时候我就会绑上这个耳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吊矿 真的非常艰难的时候 比如说一直都没有咬口 我觉得我将要打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丢这个耳 如果丢了这个耳 还是没有咬口 那我就可以说服自己说 今天这个地方没有鱼 这个耳就是这么厉害 这周为了录这个耳 我又把它拿出来用了 在短短一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就种了十几条鱼 这个耳真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即使我现在不怎么用这个耳了 我也会放一包在我的车上 当做一种保险 那前面呢 我说过我要把这个耳简单化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我知道这个耳有无数的玩法和改装啊 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牲口来说 大家不要想太多 只需要使用它最有效的 就是无牵的这个勾法就好了 因为无牵的牵口 它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它的动作 它的鱿鱼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在它上面加牵 加任何的东西呢 都会破坏它这个原本固有的完美的动作和节奏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更好的有牵吊主选择 也有很多软耳去匹配这些有牵的吊主 所以请保持它简单 那它的操作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耳抛出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计算它这个耳成到底的时间了 然后我们慢慢的小跳把杆尖抬起来 像这样 一直抬到90度 然后回收一点置线 这样子反复啊 这个操作有一点像我之前讲的那个自由吊主的一个操作 你也可以像这样直接把杆子抬到90度 回收置线 等耳成到底 再一次把杆子抬到90度 这样子反复操作 就是这个Sinkle的这个无牵的版本的基本操作 那在颜色方面呢 当然我也非常的简单 我只会用一个类型的颜色 就是这种自然色 像这个叫做Watermelon 这个叫做Green Pumpkin 就是这一类的自然色 理由也是一样的 当你使用这个耳的时候 因为这个耳的掉落速度比较缓慢嘛 那它搜寻的速度也很慢 搜寻的区域也比较小 所以在使用这个耳的时候 当然要求水也有一定的能见度 不是说要非常非常清澈的水 但是如果水的能见度真的很差的话呢 我相信我们有更多更好的吊主选择 那我们就不会去使用它 当然即使是在一些很差的吊框下 它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嘛 那Sinkle最常用的两个无线的勾法呢 分别就是Tesas Rig和Wacky Rig 就是这两种 一种是长勾的勾法 一种是最大化它的动作的勾法 在这里我先演示一下这两种勾法 和它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 好那我们首先演示这个德州的勾法 我们有我们的Sinkle 这是一个五寸的Sinkle 而我们有一个取柄钩 这个Sinkle呢 细的这边是尾部 这边是头部 那我们把这个钩子 从头部勾进去 然后呢 直着进去 然后穿出来 这个地方要留的距离呢 就穿进去的时候要留的距离呢 自己控制啊 但是呢 它有不同的地方 等一下我会解释 然后滑到这里 在这个有一个Z字形的这个拐角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啊 滑上去的同时呢 要旋转这个钩子 到180度 我来演示一下 旋转 不要怕 它这个材料也很结实 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烂掉 然后我们比一下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一会儿这个勾尖就要从这个地方扎下去 我们把勾尖 穿进去 从这边出来 这样子就基本勾好了 但是呢 为了这个防吵 防挂槽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地方呢 往前拉一点 然后把勾尖 埋进去 OK 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完全防挂的一个设定 那这样子的一个勾法呢 因为它离心力的关系啊 它在抛的时候 它的抛头距离会比较长 而且它是完全防吵 防挂的一个设置 所以这种Texas Brick的勾法 可以在任何场合下使用它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 这个勾眼的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勾眼埋进去 和露出来有什么区别 其实它这个勾眼埋进去 和露出来最大的区别呢 在于你在使用软耳的时候 不管是仙口还是其他的软耳 它如果你的勾眼埋进去 很深的话呢 你在抽这个软耳的时候呢 它的动作会比较小 那它那个涌层会比较高 就它会比较油的比较浅 如果你的勾眼是露出来的话呢 你在抽它的时候呢 它动作会比较大 那它浅的也比较深啊 这是它这个勾眼埋和不埋的 最大的一个分别 那我建议大家在用这个 Tesas Rig 的身口的时候呢 还是把这个勾眼埋起来 因为这样子可以防止 你有极少的机会 这勾眼会卡住 卡在石头或者什么东西上面 这样子可以尽量再减少一点 你这个挂底的这个机会 好 第二个要演示的呢 就是这个Wacky 的勾法 那Wacky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用的是这个勾子 这个勾子叫做Optopus 章鱼的意思啊 Optopus 这种勾子 但其实呢 你用所有的这种Single Hook 就单勾都可以啊 我有时候甚至会用这个 取柄勾直接挂在上面啊 用来钓狗鱼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里示范的时候 就用这个Optopus的勾子 那它的勾法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拿着这个伸口 找一个大概的一个平衡点 你觉得哪个位置最好 最平衡点 你就在这个平衡点的地方 直接把这个勾子勾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样勾呢 它很容易喷掉 就是说中鱼或者甩出去的时候 很容易喷掉 对不对 所以我推荐大家还是需要使用这个O-Ring 这个东西是专门给Wacky用的 叫做O-Ring 很便宜 还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这个加起来都很便宜 这样子能让你省很多的 那用这个O-Ring的方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拿出来一个 从它这边 从这个工具这边 把这个O-Ring 放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O-Ring 推出来 还是刚刚你找到这个平衡点 这个位置 你把牲口放进去 把这个O-Ring 推下来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钩子 挂在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勾的话呢 你这个勾肩是朝外的 对不对 现在你这个勾肩是平行的 跟这个O-R 也可以相对来说 也可以减少一点挂草的几率 但是呢 不得不说这个WACKY的勾法 它是非常容易挂草的一个勾法 所以在大家如果觉得有很重的草场 或者是很多障碍物的场合呢 通常我们都会切换成那个TESA-SRIG 德州的勾法 但是这个WACKY的勾法呢 其实是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这个SYNCLE的威力的一个勾法 因为你在TESA-SRIG的勾的时候呢 它只有这个尾部可以摆动 但是你在用WACKY的时候呢 它两端都在摆动 那它就有双倍的鱿鱼效果 好 在最后播放这个实调视频之前 我先来讲解一下 它的这个干线搭配和它的一个简单的基本操作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这个耳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咬口 就是说鱼性的感知啊 有时候会比较困难 原因主要是因为鱼在吃这个耳的时候啊 经常会采用一种吸入式的方法 把这个耳直接吸进嘴里 那就没有什么震动传递到我们这边 造成鱼性感知的困难和开枪时间过晚 这样不但会让你错过咬口 更多的时候呢 会造成这个鱼的吞钩过深的情况 如果大家不是很会解这个吞钩的话呢 会对大家造成一定的困扰 所以除了多练习 多积累经验 提高感度以外呢 我们也只能够通过干线的搭配 去尽量缓解这个问题 那这个耳由于是自己作动的 所以它对其他方面呢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那我们干线的选择 就围绕这个提高感度这一项来选择 首先我们尽量要选择敏感的干纸 就是说它的power 从medium heavy到light之间都可以无所谓 但它的吊性呢 最好是fast或者extrafast 这样比较硬的吊性啊 提高它的感度 就像我使用的这一个组合 就是我平时钓精细钓组的时候使用的组合 这个是一个light的干纸 但是它的干肩呢是extrafast 是一个非常硬的吊性 那这个干纸它的敏感度非常好 在吊Synco的时候呢 非常方便非常好用 这个组合只有不到100加币 是一个非常高CP值的组合 我放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当然我也不是要求大家都要买这样的组合 大家可以用一个medium的杆子 fast的一个杆尖的一个吊性就可以了 那在吊线的方面呢 同样我建议也应该选择这个感度最好的PE线 PE线在吊Synco的时候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浮水的线 所以呢你在吊Synco的时候 经常要观察水面上的线 在RV4的时候 你经常要观察这个水面上的线 那这个浮水的线会为你带来一些方便 像我在这里所使用的线的组合呢 就是我的母线是一个PE线20磅 然后Leader前导线 我使用的是碳线 Fluorocarbon8磅 我使用一个电车结 Double Unino去连接这个母线和前导线 在这里说一下电车结在连接比较细的线的时候 特别是PE线连接Fluorocarbon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绳结 那它非常结实 而且在细线的时候 它绑出来的那个结会非常小 在吊微抛或者在吊一些精细吊组的时候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好那Synco呢 那其实钓狗鱼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2 那在钓狗鱼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这个有一个防咬线 而且Synco呢 需要有一个透明的Leader 比较好用 所以呢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怎么样把这个佛碳线 作为一个防咬线 然后跟这个母线连接在一起 那这条是我们的母线 这个是我剪下来的防咬线 这是一个40磅的碳线 大家可以用70磅80磅都可以 无所谓啊 那大家需要有一个打火机 把这个碳线加热 它马上就化掉了 这个时候呢 把它找一个平的表面顶上去 它就会变成一个像铁钉一样 那铁钉的钉头一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在硬掉之后呢 它是非常的坚硬的 是跟这个碳线一样 恢复它的这个坚硬的状态 然后大家只要需要把这个母线呢 跟这个线合在一起 打一个uninot 叫做单结 很简单 那我再证明演示一下 这个是前导线 这个是母线 OK 把它们两个线并在一起 这个是母线 绕一圈 然后缠绕 把两根线都缠绕在一起 我会绕七圈到八圈 7 OK 然后由于它是这个PE线的关系 我们不需要湿润 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直接把它拉紧 然后把这个结拉在一起 这样子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结实 不会掉 而且它会咬紧这个碳线 PE线会咬紧这个碳线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线都剪掉 这样子你的Leader就绑好了 那在Leader这一头呢 我已经绑好了一个钩子 大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毛线期间 因为狗鱼是一种大型的鱼嘛 把这个线头也画一画 也找一个地方 按一下 这样子 保险旗舰 OK 这样子这个Leader就绑好了 然后我们钓狗鱼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YK RIG 或者是TESAS RIG 都可以啊 随便 OK 好那下面呢 就让我们进入这个实调的环节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作为一个参考 今天出来钓一下 这半个月 我只有这一天有空 只有给我刮风 好了 好了 我先演示一下怎么穿这个 从这个头里面穿上去 然后到这个取柄的位置之后 转过来 把钩藏好 OK 比较丑 比较随意啊 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子钩 钩漂亮一点 OK 哇 逆风啊 怎么办 大逆风 我还想扔前面的那个坑 根本扔不到啊 哇 大家看我这个线 已经被吹了 还想讲什么操作啊 这么大风 这种大风情况的话 阿尔没有办法承到底 很难承到底 很难承到底 所以逆风抛应该不行了 应该不大行 你看这个回收回来的时候 已经飘到下游了 就是这个风太大 把线带到下游了 搞什么今天 搞什么今天 哦 居然有 啊 这样都能种鱼 我也是醉了 不要跳啊 蜜蜂又怎样 不要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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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它这个钓的原因啊 我下次讲鱼干再讲 但是 最可恶的是 这个啊 居然就喷了 你看 相当的真实 啊 这叫 偷鸡不成18米 雨没有起来 直接就一次喷 太过真实 太过于真实 我想掉上游没有办法 怎么掉这个下游 因为上游这个淫风很难掉 没办法抛 来 想不到这个 游的这么浅都可以中 所以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场地啊 我今天这个场地呢 跟我上次钓 free rig 就是那个自由吊主的场地是一样的 这个场非常的浅 这种水又清又浅呢 好 大家看这条 虽然没有刚才那条大了 但是 总归是 一条不错的小嘴 nice nice 又要喷的样子 暖七八糟 真的在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哇 试一下这边吧 试一下这边按吧 刚刚在那边又中了几条 但是 风太大 吹的那个麦克风实在是收音不佳 不知道有没有录好 那我在这里重新说一下吧 这个场呢 是这个sanko 发挥威力最好的一个场 第一它水浅 第二它水清 这种情况啊 这个用sanko啊 简直是 王牌 杀手 来 又一条 今天风是有点大 导致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演示操作 但好在这个啊不需要操作 对不对 又跳又跳爱跳 不要跳了 不要跳了 我的耳又喷了 我的sanko 已经是3号了 已经3号机了 各位这是3号机 我的3号sanko又喷掉了 不要动了 所以说大家也要想一想 这个啊 真的挺贵的 就这样用的话消耗真的很贵 它一包大概7块多吧 漂亮 对啊 哦不要动 好吧好吧放你吧 这么不想呆 你看风多大 掰 很喜感 好了 呃 趁这个机会 喷掉的机会 赶紧换成wacky 吧 wacky的话呢 就可能可以坚持久一点 加上现在是冬天啊 水里面没有水草 现在掉这个wacky 应该是最强的 最好 最舒服 掉的最舒服的时候 然后 这个啊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操作啊 基本上就是扔出去 让它freefall到底 然后就是把它提起来 然后再freefall 非常简单啊 然后这个啊 我再说一下这个吞沟的问题啊 吞沟的问题真的是你的这个练度还不够 你再种多一点鱼之后呢 中了 中了 还可以哦 这条 还可以还可以 不要啦 啊 挂了不少草 哦对了 这个wacky啊 它的钩子啊 其实有那种专门防挂草的那个钩子 但是我手头上没有啊 因为如果真的到处都是水草 很容易挂的话 我会换 比如说德州啊 这种 我会直接换别的吊主 或者直接勾成Texasry 漂亮的小水 今天风真的很大 啊 下次见 所以说我建议这个钩子的话 大家如果是新手啊 尽量选择这个仿车轮 轻一点的仿车轮 不要选择那种 赖 又一条 哦今天 哦 掉了 今天这样狂种鱼啊 根本没有机会给我讲解 一条接一条 没有整块的时间给我讲解 刚才说到建议大家使用这个仿车轮啊 如果是新手的话 因为你像比如说这种 这么大风天气呢 如果你用这个wacky的话 如果你扔出去啊 你的小乌龟扔出去炒粉 那直接就会挂底 这个流会把这个 直接带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卡住 所以建议呢 这还是用仿车轮比较方便啊 而且仿车轮轻的仿车轮感度很好啊 来 这一次中了吧 这次中了吧 哎呀 哦你看这个钩子这样脱了 证明就是刚刚钩子有打进去 刚才那一次呢 就是钩子没有打进去 因为那个钩子没有动过 应该是咬到这个 就是磅虫身体 没有咬到钩子 这次这个是脱钩啊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在以后讲吊杆的时候 我会讲解 现在就这样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 这个傻瓜 真是强到令人发指 不管我这种 支撑技术流的选手 如何不適 他还是可以 一直中 一直中鱼啊 根本停不下来 就像这样 哈哈 哈哈 转慢动 转向 转 clean 好 Greek 触手 taş 噢 咬了 这条也蛮大的呢 我这一个小时已经连续起了十几条鱼了 都开始喘了 天呐 今天什么情况 这条超美的耶 虎斑 好了 没光线了 那我会继续钓 我也很好奇 这个这么小一个位置能种多少鱼啊 但是今天的视频就以这条漂亮的小嘴做结尾吧 好美 回头见 nice 好 那真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感谢这次视频制作的机会呢 让我重新感受了一下这个耳有多么简单的快乐 那其实在天黑以后呢 我又钓了将近一个小时啊 这一个小时里面咬口变得更加多 这也说明了这个耳就算在自然色的时候啊 在暗光的条件下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耳 但是由于在暗光下的视频的这个画质的问题 还有这个整个视频的时间的问题呢 我就不把这些片段都放出来了 那我制作这个视频也不是为了显示说我钓鱼有多厉害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得到一些关于这个sanko一些有用的信息啊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订阅和点赞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呢或者意见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很乐意跟大家讨论 让我们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 我是Olivia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